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7日 几位藏族人来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办公地 领头的就是西藏地方政府派出 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 全权首席代表阿佩阿望尽美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 将和谈十项条件 逐条向西藏代表团做的解释 他表达了中共中央对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统一的态度 加强民族团结的决心 也阐释了中共中央帮助西藏发展进步的信心 谈话的最后 邓小平还特意强调 十项条件力求从西藏实际出发 其中如有不符合西藏实际的 你们提出来可以商量修改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把西藏的事情办好 当时小平同志对我父亲讲 你不主张打仗 主张和平 并且为这个和平做了很多努力 这是会得到这个人民拥护的 应该把这种立场坚持下去 邓小平的这个接见 使我父亲看到了谈判的前景 因此也对谈判有了信心 带着对和平的憧憬 阿佩一行再次出发 按照计划 西藏代表团从重庆坐飞机 经西安 最终到达首都北京 然而飞机刚刚抵达西安 西藏代表团就被请下了飞机 难道谈判又生变故 怀着忐忑的心情 阿佩走进了机场办公室 他拿起桌子上的电话 电话是从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打来的 电话里一个带着湖南口音的人说道 因为北京风大 为了安全起见 请西藏代表 改成火车来进 打来电话的人 是政务院秘书长 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翰 改成火车 除了考虑到西藏代表团的安全 中共中央还有着特殊的安排 中共中央为西藏代表团 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1951年4月22日晚 北京火车站站台上 站满了欢迎的人们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 早早在站台上等候 列车缓缓停响 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 阿佩阿旺晋美 率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 走下火车 中央人民政府安排的欢迎仪式 让西藏代表团印象深刻 后来阿佩回忆时曾说 欢迎我们的规格之高 场面之大和热烈 证明中央希望和平解决态度 是完全真诚的 对西藏地方政府是要和解团结 而不会敌视压迫 欢迎仪式结束后 西藏代表团住进了 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 这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都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 中央人民政府方面 首席全权代表是政务院秘书长李维翰 李维翰是中共涉足民族事务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1939年在陕北 时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翰 就撰写了回汇民族问题 蒙古民族问题成为中共系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开端 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 李维翰全权负责 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参加了此次谈判 张经武早年在军校学习 后来被马列主义深深吸引 走向了革命道路 他深受中国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信任 在西藏和平的关键时刻 张经武身负重任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还有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 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他们对西藏的情况比较了解 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有 首席代表嘎伦阿佩阿旺进美 嘎夏授权他负责此次谈判 西藏地方武装司令凯末索安望堆 嘎夏秘书长土丹弹达 四品僧官土登列门 二代本桑坡登增顿朱 以及汉文翻译彭措扎西 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十四世达赖的姐夫 这其中凯末索安望堆和土丹弹达 是亚东嘎夏直接派出的代表 亚东嘎夏还为五位代表颁发了 该有达赖印章的全权代表证书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1年4月28日的老照片 照片正中间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阿佩率领西藏代表团坐在周恩来宫里的身旁 这天晚上周恩来宴请了西藏代表团 饭后请他们观看新中国的纪录片 借此机会周恩来总理向阿佩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您拥护西藏和平 主张汉藏团结 这个很好 在西藏内部问题上 您也要发挥作用 1951年4月29日 谈判从预备会议开始 阿佩首先表达了西藏地方政府承认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这也是双方谈判的基础和前提 谈判 预备会议都是双方各自表达立场的这么一个过程 中央政府开始就拿出了十条 这个十大政策 来宣示中央政府的主张 地方政府的代表 也谈地方政府给他们的授权 和地方政府对这个和谈的几条主张 1951年5月2日下午 举行第二次谈判 这次谈判的重点就是 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 这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 也是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 李维汉首先表明态度 进驻西藏为中央的既定方针 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解放军开进去保护国防 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 李维汉首先阐明了 进军西藏的必要性 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应该欢迎解放军进军西藏 现在西藏没有国防 西藏的交通运输方面困难很大 如果出了事再让中央派军队去 那也来不及的 听过李维汉的话 阿佩紧接着发言 他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因为过去历代反动政府的欺骗压迫太多了 加之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分裂宣传 西藏上下对解放军都心存芥蒂 所以西藏政府的意见是 请解放军不要进藏 听完西藏代表团的意见 中央代表会如何应对呢 张经武马上回应 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就没有理由拒绝解放军进藏 现在的西藏等于没有国防 解放军进驻西藏的目的 就是巩固国防 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 各行业百废待兴 而此时的朝鲜战场上 志愿军还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殊死搏斗 这时如果西藏边防告急 新中国将面临双线作战的压力 因此为了守护国防 进驻西藏就是关键 张经武的态度代表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见 西藏代表团也感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 对于进驻西藏的迫切和坚定 第二次谈判在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上 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谈判结束后 西藏代表团回到北京饭店 他们第一时间以阿佩的名义 向拉萨和亚东嘎夏发电 中央坚持要向边防派驻军队 是为了保卫国防安全 并不强制干涉西藏内部事物 中央承诺军队的一切费用供给 由中央负责不增加西藏地方的负担 中央不可能改变 如不接受谈判进行不下去 无法达成协议 在电报的最后 阿佩还强调 请尽快回复 如在二三日得不到指示 代表团自行做主 接受这一条 以利于谈判继续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 西藏代表团就收到了亚东嘎夏回电 决定不接受解放军进藏 看着电报 阿佩不禁心头意紧 不接受解放军进藏 这就意味着谈判将无法进行 她的心里很清楚 西藏的和平稳定就取决于自己率领的代表团 阿佩马上找来代表团其他成员商议对策 代表们一致认为解放军进藏是无法改变的 如果按照亚东嘎夏的命令 那么西藏难求和平 西藏地方党局给这些派服北京的代表 提出一个谈判的基本条件 就是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是人民解放军不要进藏 代表团商议 既然嘎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应允许解放军进藏 为了尽早达成协议 西藏代表决定接受中央关于进军的条件 回去后阿佩亲自向嘎夏解释 解放军驻藏的问题 在阿佩和西藏代表团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 五月七日 十日 双方又进行了两轮谈判 一系列难题均取得突破 然而就在西藏和平迎来曙光之时 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摆在了谈判桌上 这就是班禅地位的问题 在西藏的历史中 达赖和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系统 影响西藏政教 凯末和土丹丹达到达北京时 就带给阿佩一条亚东嘎夏的口头指示 中央可能提出要把达赖喇嘛 同班禅俄尔德尼的政治宗教权力和地位 评列对待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有关西藏谈判牵动了所有向往和平的人 这其中就有时事班禅俄尔德尼确疾肩赞 此时他正在北京 1951年4月27日 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 一位身穿紧袍的青年走下火车 这个人正是时事班禅俄尔德尼确疾肩赞 为了和平解决西藏内部问题 中共中央特意邀请时事班禅来京 班禅抵京的消息 李维汉第一时间通知了西藏代表团 阿佩一面派出西藏代表团里最年轻的桑坡 到北京火车站列席欢迎仪式 一面集电亚东嘎夏 时事班禅的身份是原国民政府认可的 显共产党和中央也承认他的身份 我们仍不承认将会有大麻烦 建议应立即承认下来 亚东嘎夏就告诉他 扎实伦布寺派的代表已经到了亚东 那么达赖他们已经承认时事班禅 就是班禅的转世 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北京的阿佩 1951年5月1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了隆重的劳动节庆祝游行 这段画面就是当时留下的珍贵影像资料 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 除了新中国的领导人 还有时事班禅和西藏代表团首席代表 阿佩阿望尽美 阿佩手捧哈达 恭恭敬敬地献给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紧紧握住阿佩的手说 你们要好好谈 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 可以争论 可以吵架 但不要分手 都是一家人 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 简短的话语包含着深刻的含义 阿佩理解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就是本着商量办事的精神 不要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讨价还价 随后阿佩向着不远处的实事班禅走去 并客气地请班禅给自己摸顶 虽然礼貌地接受了班禅 但关于班禅的问题 西藏代表团还是选择了回避 谈判中李维翰提出 谈判应讨论班禅问题 定写尽协议 然而西藏代表却坚持说 自己没有授权谈班禅的问题 如果中央一定要谈 可以事后由中央 嘎夏 扎实伦布斯 拉张 三方一起专门谈 而且嘎夏应另外派人来谈 李维翰给他们讲 说这个达赖和班禅这个问题 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要你们团结起来 来共同的 新中国 要共同的来建设新西藏 但是谈来谈去吧 西藏代表认为他们没有授权 不好谈这个事 在班禅的问题上 谈判双方出现了分歧 中央人民政府早有预见 李维翰宣布 5月13日起谈判暂时休会 改为非正式协商 同时安排西藏代表团 参观和观看文艺节目 5月19日 两位身穿深色中山装的人 走进了位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 没有迟疑 他们向着西藏代表团 首席代表阿佩的房间走去 《来人》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孙志远 和列席谈判的翻译 评措旺杰 随着几声敲门声响起 孙志远和平索旺杰走进阿佩的房间 一次针对班禅问题的协商随即展开 协商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 孙志远抬手看看时间已经6点了 如果今天再没有结果 谈判极有可能破裂 房间里异常安静 只有手表发出的滴答声 突然孙志远说话了 他的话不仅打破了长时间的沉寂 也给谈判带来了一缕曙光 孙志远就说中央提出来 恢复班禅和达赖的关系 这个10点是恢复九市班禅 和十三市达赖和好时期的那个关系 阿佩一听这个 他觉得这个他可以接受 他同意 然后给西党地方政府发了报 最后达赖他们也同意 这个说法等于实际上 也承认了十市班禅 继承了九市班禅的地位 看似难解的死结 竟被孙志远智慧的一句话化解了 谈判又现柳暗花明 至此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若干问题 都已达成共识 经过六轮谈判 1951年5月21日 西藏和平谈判圆满结束 双方商定 协议签字一试 于两天后 举行 1951年5月23日 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力悬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 李继申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 签字一试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即十七条协议签字一试隆重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李维翰 张经武 张国华 孙志远 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佩 阿旺 晋梅等 分别在汉文藏文的两份协议上签字盖章 十七条协议包括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 解放军驻军巩固国防 西藏现行制度不变 达赖喇嘛和班禅俄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等方面内容 西藏协议核心内容就是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嘛 和平解放展为现状 和平解放就是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驻西藏 展为现状 就是西藏的政治制度中央该部变更 如果以后要改变的话 由西藏人民和西藏的领导人员协商来做出改变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 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 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共同进步和发展 创造了基本前提 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 毛泽东主席听取了参加和平谈判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 关于协议签订工作情况的汇报 他特意叮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 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 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 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劲 自此以后慎重稳劲 就成为了西藏工作长期的重要方针 5月24日下午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一行 以及阿佩等西藏和谈代表 当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 庆祝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几乎全部应邀出席 这天一向不善饮酒的毛泽东主席 破例举起酒杯 与赛场的时事班禅 和西藏代表团成员一起 庆祝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1951年5月28日 人民日报全门公布了17条协议的内容 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 协议能够顺利签订 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经中共中央批准 在签订17条协议的同时 中央人民政府还与西藏地方政府 签订了两份协议附件 而这两份附件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内容呢 协议确实还有附件 附件一是解决人民解放军 进军西藏的一些问题 还有个附件二 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执行协议的声明 关于达赖的地位职权的问题 就是达赖签了协议以后 这一年内 他是在亚东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返回拉萨也好 他不依住地的变化 而对他的职权地位有什么影响 所以呢 他们有这么一个声明 中央政府代表同意 他们这样一个声明 两个附件是协议实施细色 和对协议未尽事宜的补充 由于涉及军事机密 两份附件直到协议签署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6月的重庆 照片中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走在最前面 他的身旁就是阿佩阿望尽美 与前往北京时不同 这一次阿佩并没有穿着传统的藏式服装 也没有藏式的盘头 而是身穿皮衣 留着短发 显得干练精神 为了落实协议 没有时间休息 阿佩和西藏代表团 其他成员一起返回西藏 然而此时达赖仍然在亚东 将协议原件及两份附件 带给亚东嘎夏 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拥护协议 就成为了更为紧迫的任务 那么中央人民政府 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呢 准备 уз成为这些遥运了 准备 如何 感谢观看